好 镜头再回到花莲南区 复理箱人口老化 到了傍晚的时候就会开始的变得很安静 不过在11号的晚上呢 复理变得很热闹 原来是观光夜市是隆重的登场开幕了 而在开幕的这一天呢 人潮非常的涌多 复理箱人口老化到了傍晚就开始安静许多 不过11号的夜晚复理箱很热闹 原来是观光夜市隆重登场开幕了 开幕的第一天人潮满满 我想让我们复理箱的夜间能够亮起来 也让我们的乡亲每个礼拜不用再煮晚餐 就可以来这边夜市来看看 抽抽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我想让我们整个一个经济 还有观光方面能够活络起来 复理箱代表会以及复理箱公所 共同研议未来在复理中山路市场前面 每周一的下午5点摆摊夜市 在开始营业之前 先议员中肃镇 代表会主席叶嘉宏 乡长江东城 以及各村的村长等等 手持清香祭祀护佑观光夜市 生意兴隆 那我们希望乡亲能够有空就每个礼拜一来这边走走 来这边消费 让我们复理箱 复理村更活络 让我们的复理能够更旺 同时也让大家在夜市的重新来启动 让每一个我们的所有的乡民都能够一起参与我们地方活络 能够活络地方 这个就是一个商机的开始 希望说每一个摊位呢 每一个乡民 每一个摊位的老板们呢 都能够赚大钱 重新登场的观光夜市再创红盘 各美食摊位不到晚上的七点 几乎所有备品一扫而空 更让民众有一个欢度愉快的星期一夜晚 记者高松双部里乡采访报道